哈囉,大家好,我是GG 我現在在馬尼拉非日賓馬尼拉直播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現場真的非常的熱鬧 有很多很多來自台灣的朋友 今天都在馬尼拉工作 等一下也會訪問一下 到底在國外工作有沒有比較好呢 然後讓各位知道一下 我今天是代表遊戲廠商來當中英主持人 我的對面是吳宗憲憲哥喔 那憲哥今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會來 所以三點鐘的時候 我會直播憲哥大進場給大家看 我們下午見囉,掰掰 去年的!去年的!去年的!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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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拉頭!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那邊的朋友是說他帶著的水手 好久了! 有!有沒有哪一位想要回答我的問題? 不要啦! 好!等一下! 好!那你上來! 好! 好! 大王兄! 好! 憲哥! 其實他是別家廠商請來的喔 別家的話 別家那我問題出哪一點 哪一點 不要再直播了,我問你喔 請問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窮人 窮人打手槍會比較爽 憲哥他們太難了,我愛你 不行 為什麼窮人打手槍會比較爽 對!正確答案 因為手頭比較緊 喔! 原來喔 喔! 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 喔!喔! 喔! 好! 只能送一個袋子喔 謝謝! 我們再來問問看 現在年輕的女生 尤其是我們年輕的模特兒 他們到底在關心什麼樣的議題呢 然後接下來喔 我來問一下 這是我們 攤位的美女 哈囉! 跟我們親頭會分享 問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Kimi Kimi 喔!那 請問一下 Yimi喔 你最近看新聞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事情 我最近都在馬尼拉欸 工作怎麼辦 什麼 今天都在馬尼拉工作 喔!我 喔!你都在馬尼拉工作喔 你問啊 好!那 我們來問一下喔 來跟大家講到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 Kimi Kimi 她好像有一點 她好像 她叫阿彭 阿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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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彭你最近看台灣的新聞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件事 那個 那個 選舉 什麼 選舉 喔!選舉 欸!其實我們阿彭就是那個 魚 最美的魚飯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阿彭 你對於這個選舉的新聞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想要表達 沒有 對!我們不能為難人家 不然阿彭真的很漂亮 我們沒有黨政 對 來!跟我們說她們 好!美女叫什麼名字 蘿拉 喔!蘿拉! 我知道蘿拉 蘿拉很漂亮 很有名喔 蘿拉 我問一下喔 現在台灣的時事阿 你最近最知道 最有印象的一篇新聞是什麼 最有印象的新聞 就是都是韓國語的新聞 哈哈 那你是覺得很鬧還是看了很開心 覺得蠻有趣的其實 喔!真的阿!我也覺得很有趣 謝謝你喔!掰掰 欸!好漂亮喔!跟我們鏡頭揮揮手 欸!你從台灣來的嗎? 對!台灣來的 那你怎麼會這一次來接這個活動 對啊!想要參與一下就是亞洲的那個博弈展 欸!那你覺得在國外工作比較好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下班還可以順便看看那個逛一下啊 欸!真的耶! 那你覺得費用的部分呢就是我們工作薪資的方面有沒有比較好 好一點點稍微一點點啦 真的有比較好 謝謝喔!好漂亮喔! 然後我們這邊喔!你看也好漂亮 欸!跟我們鏡頭揮揮手好不好 也是台灣來的對不對 對齁!好!工作愉快 欸!好漂亮喔!跟我們鏡頭揮揮手好不好 好!今天要在這邊這個站一個小時可以休息多久 15分 好!15分喔!工作加油喔! 欸!那你知不知道現在你最近知道台灣的一個新聞是什麼? 最近隨便 最近的新聞讓我想想看 喔!就是那個火車警察不小心被殺的那個 就是阻止那個對悲劇 對對對 欸!這個新聞真的很可憐欸!所以你也支持警察嗎? 我當然支持警察啊!而且我支持事情 要嚴懲 我跟你說這件案子來說我還真的覺得要嚴懲 真的真的!要不然怎麼樣去阻止這些事情再發生 像鄭傑之後這樣子 你叫什麼名字? 張曉筠 曉筠 對!對! 好!謝謝曉筠!掰掰! 欸!所以講到警察齁大家都支持警察 所以支持警察 那麽軍公教的年金的問題 其實不是說 這個國家如果財政遇到困難喔! 我們一起共體時間 其實不是不行 只是說當你要拿掉人家軍公教的時候 然後把人家講成像米蟲 像米蟲好像很貶低的話喔! 這個是讓我們比較不能接受的喔! 哇!這邊看到一位 有一位跟我同姓的 也姓高 哈囉小夏! 嗨!大家好!這是什麼? 欸!小夏我問一下 最近一個台灣的新聞 你看到最近的一個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認真的嗎? 就阿翔 阿翔 阿翔 閉嘴阿 阿翔 真的 為何 他真的非常的可愛 對對對!這個新聞真的超級大 那後續 後續發展是什麼? 好像就是兩個人現在就沒有上節目了 沒有節目了 暫時先停工啦 那就祝福他們囉 好 這是我們的小夏 非常漂亮 小夏 掰掰 對對對 他說的沒錯 阿翔的新聞 我在飛機上跟你一起嗎 我跟你一起坐著 我的飛機 我坐飛機跟這位美女一起耶 你現在化妝看不太出來 真的 不是我要講耶 你化妝跟沒化妝真的有差耶 你叫什麼名字 Ling 對 Ling 然後Ling我在飛機上 你坐在我旁邊 你一直在看英文書耶 所以你英文一定很好對不對 沒有沒有 你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你好努力喔 那你這麼努力的情況下 請問一下你在我們這一行模特爾圈呆了多久 有1.9 6年了 你有6年 你還是我前輩耶 那6年當中你有沒有想要去找一份工作 就是不要在這一個行業了 一直有阿 來來去去 其實也是來來去去 但是因為這一行可能費用還是比較好一點 對 他承認了 沒辦法 這沒辦法的事阿 我們也是一樣阿 那就希望能夠再多賺一點錢好不好 謝謝啦 好 謝謝Ling 掰掰 欸我這一攤的女生都很漂亮耶 不照一下不行耶 你叫什麼名字 Faisy 我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了 電玩 電腦展的時候 你在我對面 我想起來了 好 謝謝你 對對對我穿黃色 好 拜拜 欸所以這整個展場喔 真的都是同行 這邊看到一位也很漂亮的菲律賓女孩喔 嗨 妳從哪裡來 菲律賓 非常漂亮 妳是一個模特兒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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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是我們菲律賓的模特兒喔 也是非常的漂亮喔 現在菲菲收工已經回到旅館了 我已經掃蝦了 可是我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戰利品 這個是憲哥今年送我的 一個Charger 這個是去年送我的 所以憲哥說我連裝 另外還有這個袋子 是憲哥的一個提袋 憲哥說背上他 過海關不會被檢查 那今天在菲菲訪問的眾美女當中啊 大家可以發現 台灣人真的非常的優秀 我們都想要多賺一點錢 在這個馬尼拉的展覽 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台灣的團隊喔 所以台灣人真的非常的優秀 我們希望政府給我們更好的環境 我們會有更多的機會跟發展 我們要以瑞士為目標 瑞士人每一個月的平均收入是24萬台幣喔 所以我們要多多加油了好嗎 一起加油